这里是从我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用过的所有的文具产品 都在这边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从小读书到大 到底会用多少的文具产品呢 然后我们到底花了多少钱在文具上面 在国小的时候我们是被规定说 我们一定只能用铅笔来写作业 没有办法使用原子笔 所以这边全部都是自动铅笔的笔芯 这个排列就是从我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 慢慢寻找的笔芯品牌 所以就从慢慢很烂很难用的 慢慢提升到比较好用 那我也会推荐给大家的笔芯 国小、国中这个阶段是没有任何就是品牌认识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品牌 哪一个品牌比较好 哪一个笔芯用起来比较好 完全不知道 所以就是一个乱买一通的阶段 这个阶段买的笔芯盒子都还蛮特别的 像是这一款 像是打火机这样子开 这一款可以像这样子往上推 我们就可以把笔芯一次抽取比较大量的笔芯出来 这一款笔芯盒真的很特别 就是它机关很多 就是你这样往下滑 它会自动开杆 然后把一根笔芯推出来 但是我现在来这样回顾一下 我觉得这前半段就是 尽可能不要买这些不知品牌 或者是奇怪外观很酷炫的这些笔芯 因为真的是浪费时间 然后你写字写作业 然后你考试的时候 然后写一写就断掉 真的是 感觉是不太好了 这边就是比较后半段学生时期买的一些产品 那都是比较知名的品牌 像是UNI、Pintel、Pilot之类的 那我用到现在还在持续使用 就这一款UNI的神奇的笔芯 那真的是很好用 你可以买来用用看 虽然价钱是稍微高了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很推荐 因为你可以完整的使用 那整根笔芯的长度 不会写一写 像是Pintel可能写一写 用力一点它还是会喷飞 或是你写字写激动一点 它还是会喷飞 那这一款UNI 很难把它写到断掉 你除非你 敲桌子 把那个笔芯用断 不然真的是 正常洗字 不会把这个笔芯用断 那 旧的UNI 它这一款 应该前身是这一个吧 就是会送一些什么 马力欧塞车的小公仔之类的 那这边也稍微分享一下 笔芯硬度的部分 我们就从 HB B 2B 3B 4B 顶多到4B 我没有看过有笔芯有到 自动铅笔的笔芯有到5B 那可能就要买素描的铅笔 但是 我们这些不同硬度 不同颜色深度 那你的 HB 是最硬的 HB啦 HB是最硬的 所以你如果写下去 写得很用力的人 你 HB就会可能把你的纸 刮得很深 那你用橡皮擦擦 其实就会比较困难去擦 然后你的纹路 就会保留在你的纸上 比较难去把它完全的把它 擦掉啦 那你如果写字比较轻的人 你可以就直接用HB 那这样子写起来 还是会比较轻松了 正常人呢 我会推荐就直接买2B啦 就不用管太多 因为它就是借在 不是太硬 也不是太软 不是太黑 也不是太浅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刚刚好中间值 我们待会再一起算 我们花到多少钱 我们先来看看原子笔的部分 第一阶段这边的原子笔 要嘛就是超级便宜 3块钱 5块钱的原子笔 像是这种 那要嘛就是完全免费 正品的原子笔 像是这种 那用起来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就给你出问题 就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 有的时候你要做笔记啊 然后 可能油墨啊 或是你写的表面 比较特别的时候 写一写 哇塞 它就写不出来 那你还要这旁边这样 吼吼吼吼吼吼 然后等到有油墨的时候 再回来写 可能写两个字 又写不出来 这真的 哇 有够麻烦 便宜的原子笔 这边有一共通点 就是他们笔头的粗度都比较粗 从0.5 0.7 甚至1.0 所以你写在小空间的部分 你的字就会要写的比较大 然后就会比较浪费你的纸张的空间啦 那到后半段学生时期 我这边购买的原子笔都是 UNI这个品牌啦 那因为我觉得用起来 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写起来也 还蛮符合我书写的需求 所以像是有这种 经典款0.38 摔了会断水的 UNI原子笔 还有后面我到现在还在持续使用这种比较省空间 比较轻巧的系列 就是 什么Style Fit 就是单管单管 然后可以抽换的原子笔 原子笔比头的粗度挑选 我会觉得越细越好 因为你在同样的范围里面 你可以写字数最多 但是你如果需要 像是打勾 打叉 写分数之类的 要互相改靠卷 那我会建议你就直接买 比较粗的 像是0.5 或1.0 因为你如果写 那个太细的笔形 你一打勾 你直接把那个考卷直接撕破 这个 超智障 然后0.28 你如果写字比较用力的 我觉得也建议就不要 太细了 你可以就直接买0.38 之类的 0.28你在写 如果太用力的话 你也会很容易把 纸割破 或是你会觉得 好像 有很强的阻力 因为感觉 有一些纸 它就是 阻力会比较强 所以0.38 或者是0.5 我觉得就是一个中间纸 你可以就是挑选 那我看起来大部分都是油性的原子笔 那水性的原子笔就是你笔 这样子倒过来 你可以看到一颗泡泡这样飘起来 那就是水性的原子笔 那水性的原子笔就是你写完 你要等它干 然后呢 你写 写一写 这样划过去 你手汗流的太多 它也给你这样拖过去 因为它是水性的嘛 那你油性的 你也是要等它干 但是 你写完这样子挥过去 就比较不会这样子 因为你的手汗这样拖一条 原子笔的挑选其实就很主观啦 那你第一个先挑油性还是水性 那写起来就是看个人喜好 那水性的部分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纸张类型 如果是有涂布的 就是看起来比较亮面的纸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水性笔会会 干不了 这种问题 或甚至是写不上去 第二个的挑选可能就是选笔身的部分 那你就是挑你喜欢 握起来的感觉 那我后面挑的这款比较粗的 因为我手比较大 这样握起来会比较舒服 那便宜的笔 可能选项就比较少 没有办法 都是大家全部都是超级细 能偷工减料省材料 就是越细越好这样子 第三个我们看的就是 我们原子笔内心替换的多样性 那像是我们就比较贵的笔 我已经喜欢它的笔身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替换一面 到底我们需要什么 来做增加 那像是 可以放比较粗的 我们可以拿来画大面积 比较细的可以拿来写字之类 集合在同一个笔身里面 那比较便宜的这个部分 就比较缺乏 那你的内心 也没有办法替换 那你的选项也比较少 可能都是比较粗的笔 笔头啦 最后还要注意一下这个笔款的 通用性 或是大众性 就是像是UNI这个系列 就是到处都有 每一个人几乎都有的笔 那它的笔 就可以一直延续它的寿命 它的笔 内心到处都有卖 就很容易去替换 那像是我买的这款 ZEBRA 就是很棒啊 书写起来也很赞 就是整个金属笔身 然后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洗完 里面的 新 用完了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买 它就这样子 就没有办法继续使用 就还蛮浪费的 所以 你也要看一下 就是你这一款笔的通用性 到底怎么样 快速讲一下利可待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 我们到底所有的 文具 到底花了多少钱 那我们这边的利可待呢 也一样 那国中的时候开始使用 那那个时候也是 好 买最便宜 CP值最高 就是长度吧 长度好长 可以用很久吧 才不是 你这样画过去 然后它就直接全部的袋子都跑出来 然后浪费时间 浪费心力 然后根本 你要怎么样 好好的 去写字 你这样画一下 然后结果全部的心都跑出来 有够智障了 或者是这种很小的 就是 想说很方便嘛 结果也一样 就是画了 然后那个里面的心 收不回去 那你看桌上大部分都是同一款利可待提型 那就是这一款 SDI的利可待 那它现在已经改版了 就是 长得稍微不一样 但还是SDI的利可待 就是 真的唯一推荐啊 就是又便宜 又好用 CP值高 然后 用起来就真的是 很耐用 没有什么遇到 太大的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算一下 我们到底花了多少钱在文具上面 从小到大 从国小到大学 到底用了多少钱 在买文具里 这边就是我们所有的文具啦 那经过我的计算 我们总共使用了 九千八百五十块 我们现在桌上这样子 九千八百五十块的文具 那这还不包含任何的像是橡皮擦 擦完就消失了 然后自动铅笔的 笔壳啊 那全部都送给我妹的 还有奇异笔啊 影光笔啊 奇怪的笔啊 然后尺啊 之类的 还有一些 不小心被我搞丢了 有一些 有借无还的 或就被干走的 之类的 这些也没有算进去 所以我们这样 粗估大概 一万两千多 一万三千多左右吧 那这是我 以我的定证 然后我修改 就是发写的次数 来计算 所以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每一个人 发写定证的次数不一样 所以就看 因人而异啦 所以这就是我差不多的文具 从小到大 到底花了多少钱 跟一些文具的分享影片 当然请问这个影片 按个赞 对我们不要 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是开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